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RECON 车 我相信熟悉汽车销售的朋友应该知道什么是 RECON 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副新车啦 那么这个 RECON 车呢跟新车又有什么差别 然后 RECON 车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 今天的影片都会讲到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在节目这次开始之前呢 想要讲讲这些 RECON 车是从哪里来的 基本上呢马来西亚的 RECON 车都是从英国或者是日本来 当然是与日本居多啦 当中有一些原因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我相信也是 是因为日本距离马来西亚比较靠近 运输成本可能比较低一点啦 然后除此之外呢 RECON 车 复兴车跟这个新车有什么差别 RECON 车顾名思义就是经过复兴的车子啦 就是从日本或者是英国收来的二手车 然后经过一些翻新之后 然后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的是 如果市场这些车子的状况太惨太糟糕 或者经过严重车祸的话 一般上入口汽车贸易商呢 他们是不会引进这些车子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而你在马来西亚市场你要选择 RECON 车的话 通常那个汽车销售员呢 就会给你看它的 report 就是讲呢他们在这个日本他们收车之前 他们会去进行一个检查 看这个车子有没有什么损伤等等等等 它会有一个完整的报告 让你去看这个车子的状态 虽然讲 RECON 车是一些经过复兴的二手车 但是实际上呢小概率你会遇到很新很新的车子 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二手车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有一些具备增长意义的车款 例如讲这个 Honda Civic 的 FL5 呢 在日本推出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会把它买起来收藏着 等到可以出口之后呢 他们就卖到海外市场 例如讲马来西亚 例如讲英国 然后除此之外呢 有一些汽车拍卖网站上面呢 你会看到可能是这个 Showroom 的 Demo 卡 理数非常非常的低 可能有些只有几km 甚至二十多km 的都有 基本上它的状态跟新车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呢要遇到这些车子呢 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啦 而且如果是这种状态比较好的车子 也就是俗称的 6A 车呢 它的价格会比起其他的车款更加贵一点 那么是不是谁都可以做 RECON 车 其实也不见得来 因为这些外国的车子要进来马来西亚市场 需要一个东西 那个就是 AP AP 呢不是谁都有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它有一些特殊情况 例如讲它长期滞留国外 所以可能会有机会获得 AP 但是通常只有一张啦 就代表你只可以引进一辆车 而这些汽车入口贸易商呢 他们的这个 AP 其实也是有限制的 所以他们每一年可以引进的车子并不多啦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AP 之所以珍贵的原因 然后如果是讲你要买一辆 RECON 车的话 通常这个入口汽车贸易商 他们会在这个日本的汽车拍卖网站 找到你要的车去跟人家竞标 所以你要买一辆 RECON 车 你要付出的费用 包括这个竞标车子的费用 AP 一些税务 运输费 还有这个厂商的利润等等 毕竟做生意人家都是要赚钱的 如果没有利润的话 谁要帮你做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选择 RECON 车呢 你可以选择是 Pre-order 也就是讲你先预订那辆车 等那个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你先拿车 又或者是这样有一些入口汽车贸易商 他们会有限货 如果你看到符合你心意的车子 你也可以直接去跟他们订购 然后接下来就是 Apply 你的 Loan 不过据说如果你是买 RECON 车的话 你拿到的这个利息并不是二手车的利息 而是新车的利息 所以会比起你买二手车划算一些啦 那么是什么情况导致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去选择 RECON 车而不买新车呢 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点就是他们要买的车子 是马来西亚没有贩售的 例如讲这个Supra的2.0版本 例如讲Toyota Voxy Toyota Noa 还有这个Mercedes CL8的普通版本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这些 RECON 车呢 它的价格会比本地的新车略低一些 然后第三点就是消费者不想去等车等太久 就例如讲这个Toyota Alfa 跟 Milfire 是很热门的车款嘛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买 UMW Toyota 本地新车的话 那个等候期是非常的长的 但是你买 RECON 的话 那个等待的时间可能缩短一半都不值 所以等不下去的人可能会选择 RECON 车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通常 RECON 车的配备 你可以选择比本地新车配备更好的版本 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有时候关于一些商业的东西 所以其实也很难解释啦 但是基本上呢就是 RECON 车你要什么 spec 应该都可以买得到 当然其实 RECON 车也不是讲什么车都买得到 尤其是新车的部分 因为这些新车在当地发布开售一年之后才可以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就例如讲可能今天 2023 年 5 月日本发布了一辆新车 那个是全新一代的 Toyota Alfa 那么如果说它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它最快都要 2024 年的 5 月它才可以引进 所以你必须等待一年 所以很多的这个入口汽车贸易商他们做 Pre-order 就是这个原因 而这些入口汽车贸易商呢 他们在日本都会有自己的仓户来存放这些车子 确保车子的这一个状态 如果是讲他们是从二手汽车拍卖网站买到的车子呢 买回之后他们也会去进行一些维修清理的工作 确保这个车子交到你手上的时候状态是良好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大部分的这个汽车入口贸易商呢 他们都会给你一段时间的汽车保固 有些给一年有些给两年 如果是讲你买到车子你要安心的话 甚至有一些入口汽车贸易商呢 他们会提供你这个 S10 的 warranty 就是讲你给钱延长那个车子的 warranty 其实这种种种种种都有的啦 所以就看你怎样去选择而已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会讲买 Recon 车比较值得 也有一些人讲买新车比较值得 其实这一个就看你自己怎样去选择 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四种状况下 有些人可能想要拿到比较好的配备 有些人可能想要比较快拿车 有些人可能想要买到比较特别的车子 本地没有贩售的 这些都是他们去选择 Recon 车的原因 所以这种东西一直以来都是没有对错的 主要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抉择而已啦 如果是在座的各位今天你要想买一款车子的话 你会选择本地的新车还是选择 Recon 车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潜聊 Recon 车的话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以后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一些 Recon 车商来聊一聊相关话题啦 如果大家对这种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然后我们以后会带来更多类似的节目啦 我们下一期节目见 拜拜